永農社区的用心经营也在今年入股乡社区评件中拖引而出 代表乡内参与南头县社区评件 展现出许多经营成果 希望受到评件留言的肯定 并指导社区往更好的方向来做发展 非常荣幸我们英雄 因为这次在我们六国乡社区工作的评件里面 我们得到第一名 所以代表六国乡参加我们南岛观的比赛 南岛观的几个社区来参加这个比赛 永農社区透过我们蓝楼县政府的评件 希望带给永農更多的进步的空间 然后在官员的指导下 希望永農有更好的未来 永農社区的用心经营做出了许多规划 不仅协助地方发展更造福的长者 先年五月方相当肯定发展结果的用心 参与评件能有高分肯定 今天是在我们永農社区 我们南岛县政府 我们科长带领的三位委员 来到这边做一个评件 永農社区课程也安排得很丰富 所以在这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社区 大家都非常的健康 大家心情非常愉快 看理事长还有我们邓总监士 他们显抗力 还有我们这次工队都非常辛苦 把我们永農社区 营造得非常的漂亮 预祝今天的社区评件 能够打得分数高 能够有很好的成绩 先运有好看到地方上 对永農社区的支持与认同 也认为这样用心经营的社区 参与评件能获高分 并因此为社区之后发展带来 帮助与提升 永農社区进行这个社区评件 不仅是社区理事长跟干部门 还有包括守望强助队 积极的准备 同时我们看到 喜多的一些村长 或其他入股的社区理事长 一起过来这边观摩 还包括凤凰国小 所以都可以感受得出来 入股大家非常的合 非常的重视 那所以也希望说 在这一次的一个评件中 我们的永農社区 能够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那因为这些成绩也代表着 过去永農社区在这几年来 点点滴滴努力的一个肯定 还随评审老师分数越打越高 相信未来我们社区的进步的空间 大家就会更有一个信心 还会继续往我们社区的发展 还会做更好的一个努力 议长和胜丰肯定永農社区的用心经营 也相信在此次县内 社区评件工作中 他们的努力能受到高分肯定 并经由评件出境社区之后的发展与进步 记者卢一凯 入股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